婆婆在家招待亲戚,竟让刚营产不到一个月的我亲自下厨,没事,让她弄去,孩子都保不住,还那么多矫情,想想,我们那时候,生完娃,还能下地干活呢? 我乖乖端上来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红烧鱼,婆婆吃了,破天荒地赞不绝口,呦,手艺见长尽,果然,这媳妇还是得多打两顿,打了就老实了,公公用筷子戳下一层花里胡哨的鱼皮,唉,我怎么瞅着这花纹有点眼熟? 我从后厨端上两条还在张嘴的鱼头,变魔术一样掀开不脸,是我公公养的两条爱不释手的极品金龙鱼,我笑着说,别着急,慢慢吃,锅里还炖着老祖宗呢 老祖宗是他们家养的一只乌龟,当个饱四地养了二十来年,平时恨不能刷洗的都抛光了,每天鱼虾肉被变招法味 我争的时候都觉得那肉质鲜美的,赶上国宴了,我公公熬一声贪坐抢地,我这两条鱼十万多块钱啊,天杀的败家小蹄子 我婆婆抄起烧火棍子就要打我,我纵身跑进里屋,把我脑血栓半身不随后,瘦得不足八十斤的老公举过头顶,走你 来啊,互相伤害啊,李良,李良,哎呦我的儿子,唐颖你个杀千刀的,你敢扔我儿子? 我婆婆抱着被我摔得七晕八速的李良,冲我破口大骂 我笑得又疯又邪,你信不信我还敢扔你孙子呢? 说着,我抱起儿童车里三岁多的小侄子,高高举过头顶 我婆婆魂飞魄散,大姑姐哭天枪地 唐颖,唐颖你别乱来,你先把小宝放下来 咱们有话好好说,你要是敢松手,你就是杀人 你要坐牢,要枪毙的 我抱着小侄子,轻飘飘地往上一抛 故意在半空中摇了个花手,再稳稳接住,放回到铜车里 小孩子不懂事,笑咯咯的,还以为我在逗他玩 大姑姐却已经吓得屁滚尿流 赶紧一把将孩子搂过去,缩回角落 枪毙 可我有精神病啊 我踢过来一把椅子,大喇喇往上一坐 我笑着看向我的公婆 还有一大桌子,亲朋好友 刷一声,从身后拽出来一把踢骨尖刀 所有人都吓傻了 我却不紧不慢地又拽出来一只土豆 切土豆,先削皮,切掉脑袋,剩个屁 这儿歌是我临时想出来的 今天这个单压一定要压上 不管怎么说,咱也是读过书的精神病 气质这块一定拿捏 亲朋好友们都吓傻了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最后,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放了一个屁 接下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肚子 哎呦我的肚子好疼 糖赢你 你在菜里下毒了 疼死我了 不行了 我要去厕所 我看着满地乱窜的亲戚们 抢厕所的 撒泼打滚的 满脸通红 忍到翻白眼的 我笑到快抽搐 只是一点泄药而已 村头野地哪不行 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站起身 我将礼梁从地上拖起来 塞进轮椅里 推回礼屋 他口眼歪斜 目光惊恐 滋滋呀呀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我凑近他耳边 我听不清 哎 算了 反正我也听不清 你说什么 要这耳朵 也没什么用 于是我笑着 拎起他一只耳朵 用刀背在上面 反复拉歌 我听不清 所以切他的耳朵 问我什么逻辑 开什么玩笑 我要什么逻辑 我可是间歇性精神病啊 李梁吓得屎尿其流 含含糊糊 求我放过他 你说什么 啊 你说 你现在同意离婚了 老公 我站在李梁身后 一手捏着他的脖子 另一手拿着踢骨刀 在他的头皮上 一寸一寸游走 可我现在 舍不得你了怎么办 下半辈子 咱们相依为命 让我好好照顾你吗 他做完开颅手术后 抱瘦了四十多斤 连头皮上都没有坠肉了 刀背在上面轻轻一颗 当当响 我笑眯眯地吹了吹刀刃 开始给他剃头皮 李梁扑通一声滚下轮椅 拼命挣扎着往外爬 却被我一把拖回来 像拎鸡崽子一样拎起来 去哪呀 求救啊 别白费力气了 外面的都在抢厕所 没空理你 我笑着 摆弄着手里的匕首 一步步走近他 啊 自从得了精神病 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日子过成今天这样 全怪我唐颖脑子进了水 当初我跟李梁谈恋爱的时候 我爸妈就都不同意 说他这人看着油腔滑掉 不脚踏实地 实在不像个良人 况且还要嫁到千里之外的小县城 爸妈就我这么个独生女 当然舍不得 可惜我恋爱恼晚期 被李梁的甜言蜜语 哄得晕头转向 非他不嫁 结果一脚踏进火坑后 我才明白这野菜 我不挖谁挖的道理 七仙婆家对我真的是千一百顺 因为谁都知道我手里 有一百万的嫁妆 一时间借钱看病的 孩子念书的 家里盖房的 七大姑八大姨几乎踏破了门槛 我单纯愚蠢良善圣母 这点嫁妆很快散完 然后他们就露出了本性 先是李梁他妈说我怀孕怕有影响 自作主张扔了我带过来的宠物猫 我离家千里 小咪是我唯一的念想 我哭着找了三天三夜未果 一气之下跟我婆婆吵了几句 没想到她立刻做得撒泼揪头发 还恶人先告状说我殴打她 我那孝顺的好老公李良不分青红皂白 上来就给我一个大耳光 那时候我怀孕才三个月 动完手李良立刻在我面前跪下祈求 痛哭流涕 赌咒发誓 我坚持要离婚 她就把她家亲戚全拽过来 轮番堵在院子门口 像邪教开会一样 给我洗脑 脸哄带下 我心疼肚子里的孩子 又想到自己举目无亲 无依无靠 于是我心软了 我以为生了孩子以后 她和婆家人就会对我好 就会太太平平过日子了 然而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距离李良第二次对我动手 也就只隔了一个星期而已 李良酗酒厉害 喝多了就打我 打完我继续喝 喝完打得更凶 最后一次她一脚把我踢下台阶 摔掉了肚子里五个月的孩子 可就在我终于下定决心 必须要跟她离婚的时候 老天竟然跟我开了这样荒唐的一个玩笑 李良喝多了酒 突发脑血栓 瘫了 她意识清楚 但说不清话 双眼无神不能自理地堆在轮椅上 任凭我怎么要求 就是不肯点头答应 跟我去办离婚 而我的公公婆婆 就更是一门心思赖上我 说什么 也不肯答应代替儿子签字 唐颖 你跟李良怎么说都是夫妻一场 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她以前打你是不对 但你看她现在不是改好了吗 以后她再也不能打你了 你就原谅她吧 反正你说破天也没用 你唐颖是我们李家名正言顺的媳妇 李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你当老婆的不照顾她 谁照顾 这是你的责任 我报警 警察说这算家务事 管不了 我找傅连 傅连霍西尼 说既然家暴问题已经解决了 让我多包容一点 我找律师想起诉 律师说 这个情况第一次起诉 肯定得不到支持 因为法院判定 离婚的标准是感情破裂 而且能作证的 都是李家这边的亲戚 他们大多都坑了我的钱 谁会愿意我离婚成功 把嫁妆索要回去 他们完全可以串通一气 说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下楼梯的 家暴举证困难 所以 我要想叛离 至少还得起诉两到三次 两年至少 三到五年都有得等了 而且很难得到财产支持 三到五年 还特么净身出户 我怕等不到三五天 就要被他们一家子奇葩折磨死了 我引产过后身体虚弱 恶路不止 长奶不停 婆婆执主一锅粥扔在我房门口 搜到连苍蝇都不肯定 身心饱受重创的同时 李良在轮椅上凑热闹似的跟着 一起大小便失禁 门外是公公的催促 婆婆的谩骂 大姑姐的阴阳怪气 侄子的哭闹不休 小叔子打游戏的高频噪音 门里是骚臭未连天 瘫痪的家暴老公 哼哼唧唧的哀嚎声 狼环虎似的生存环境 夺走了我最后一点生存的希望 我想逃 被他们一家人抓回来 四个人分别抓着我的四肢 将我牢牢按住 一顿毒打 我想死 可我凭什么自己去死 我想拉着他们全家一起死 可我凭什么一条好命配上一家子烂人 就在绝望触底之前 我突然想到了 我爸留给我的那个盒子 打开来 里面竟然是一张精神疾病鉴定证明 一瞬间 我泪崩如雨下 这可真是父爱如山 崩地裂呀 从现在 复仇开始 然后就到了今天 我婆婆家请客 来了十几个亲戚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曾在 我被李良殴打过后 一口唾沫一口唾沫地烟在我身上 于是我先炖了公共的金龙鱼和老乌龟 再放了半斤的血药 一时间 整个院子始乡四溢 哀红遍野 两个有基础病的本家长辈直接被干到电解质紊乱 脱水失衡 还有一个才做了痔疮手术的大婶 挤烫下来开了线 连夜去医院挂急诊 后来警察上门来调查 说这种事严重了可以被定性为投毒 要把我带回去问话 我一个劲儿呵呵呵 笑容无辜到口眼歪邪 我说警察叔叔 我只是把血药当教母了 警察没办法 只能提示婆家说 我可能患有精神性疾病 要他们对我严加看管 免得以后惹出事来 我大姑姐抱着孩子躺在床上 一边虚弱着瞎哼哼 一边不忘瞎出主意 爸 妈 你说这个唐营 会不会一开始就有精神病 否则他爸能一口气 给一百万嫁妆出来 然后不闻不问 咱是不是被他坑了 我公公已经泄掉了半条命 却还紧紧抱着两个鱼头 一只乌龟壳蹲地一猛 我管他是不是天生的 我的金宝银宝 我的老祖宗啊 他之前不是想离婚吗 我看还是赶紧把他赶回去吧 一了百了 免得把咱家祖坟都祸祸了 我婆婆脱水到面如土色 连骂人的力气都小了很多 凭什么 他在咱家白吃白喝大半年 连个蛋都没下出来 还把儿子祸害成这样 不行 他必须留下伺候礼粮 大姑姐 妈说的也是 当头驴能干活 也是好的呀 我觉得在观察观察 兴许是装的呢 这段对话 是我去厨房灶台 放火药的时候 顺便溜到窗根下 偷听到的 我就知道 这家奇葩 才没那么容易放过我 那一百万的嫁妆 东家拿走三五万 西家坑掉七八万 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 想我当初那么傻 真以为他们老家小 现成民风淳朴 拿我当自己人 带给我家的真心与温暖 不过现在 我也不着急走 有了我爸给我的护身符 姑奶奶我还没完够呢 爸 妈 大姐 我敲门进去 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 针对不住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是怎么了 感觉身体和脑子都不受控一样 让你们受罪了 我真的太过意不去了 你们放心 我以后一定好好照顾李良 好好伺候你们 等李良康复了 我还要给你们生个大胖孙子 求你们千万不要赶我走 我爸妈说 我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你们把我赶回去 我可就没活路了 一家人七扭八协地撑起身 再次面面相去了好一阵 我婆婆 你看我说的吧 这当媳妇的 就是得好好调教 唐颖 知道错了就算了 以后你可得给我好好的 把李良伺候好 知道吗 赶紧回屋给她洗个澡 擦擦身 我点头如鸡灼米 妈 我马上去 还有那个 大家谢了大半夜 等会儿肯定饿 我煮了点青粥小菜 都在锅灶里呢 一会儿我去给李良洗澡 你们要是饿了 就去厨房热一热 说完 我就拆退身倒个万福了 一转身 直接笑出个鼻涕泡 回屋后 我从电脑椅上拔下来一个咕噜 穿根麻绳吊在房梁上 然后弄个洗脚盆 搁在底下 麻绳一端拴住李良的两条腿 就手把她一双臭袜子揪下来 塞巴塞巴对她嘴里 然后我靠在沙发椅上 一边用iPad看综艺 一边时不时拽一下绳子 李良搜的就跟迪迦奥特曼似的 直上直下 我一般每隔三五分钟 会把她从水桶里吊上来喘口气 当然这个频率取决于 综艺搞笑的尿点在哪里 李良叫不出声 屋里哗啦地挣扎 我乐得嘎嘎笑 直到三岁的小侄子 不知什么时候溜到我房门口 很显然 我和李良的游戏引起了她的兴趣 小舅妈 你在玩什么 我 我在复习功课 定滑轮可以改变力的方向 但不省力 动滑轮省一半的力 但不能改变力的方向 且费距离 小侄子摇头说她听不懂 我 乖 等你上初中就懂了 小侄子 小舅妈 你看到我的摔泡了吗 过年时候买的 还剩一包 我眨眨眼 嗯 我没拿 我见都没见过 更没有把泡里的火药 倒出来抹在灶台上 砰 话音一落 厨房炸了 我抱着小侄子进厨房的时候 我大姑姐满身满脸 都是黄灯灯的南瓜粥 那口大铁锅扣在地上滴溜溜的 像急了今天寿中正寝的乌龟壳 大姐 咋了这是 唐莹 大姑姐烫得满脸泡 要不是因为虚弱的撕不动我 我猜她肯定是想搬起那口锅砸我的 但以防万一 我专门把她儿子顶脑带上了 又是你干的好事 唐莹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一脸无辜 大姐你冤枉我了 这真不是我干的 不信你问小宝 小宝你告诉你妈 你在找什么东西 小宝奶生奶气 我在找摔炮 我 对了 我说 你看 这么小的孩子 你给他买这么危险的东西 肯定是一不小心 扔灶台里了 是不是 我公婆还有小叔子都闻声赶来 估计这会儿全家都饿了 叫我大姑姐过来热点饭 没想到一进厨房 这满地南瓜粥的场面 梦回今天中午的盛宴重现 几个人条件反射班 你一呕 我一呕 我婆婆 李娟 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姑姐 妈 肯定是唐莹 教唆小宝 把摔炮 扔灶台里的 我说 大姐你这么说 可就没证据了 你们自己问问小宝 我刚才跟她说什么了 小宝 小舅妈说 定滑轮能吊死人 动滑轮吊不死人 看吧 小孩子不会撒谎 但是会胡说八道 我的天 李良 我一捶脑袋 丢下一家子人 飞奔回卧室 李良 刚才一爆炸 我拎起小侄子 就跑厨房来了 忘了手里的绳子一松 李良直接投栽桶里了 一支水桶的容积 是十八点四升 李良的脑袋 大约三点五公斤 人类窒息的极限 平均是五点六分钟 求李良要用多快的速度 喝完水桶里的水 才能不被淹死 李良 李良 我一把将男人薅起来 拍脸压肚子 一顿锤拍爆打 李良被我捶得连番白眼 哇哇往外吐息脚水 我婆婆心疼地抓地 唐莹 你要干什么呀你 快停手 你要把我儿子弄死啊 妈我一脸无辜的解释 这是我跟李良的小游戏 呵呵 情趣小游戏 她就喜欢被我绑着这吊吊 眼看一屋子人目瞪狗呆 我也是奇了怪了 当初李良不顾我怀着 身孕对我拳打脚踢的时候 他们不也劝我说 大是亲骂是爱 夫妻之间的一点暴力小情调 有必要闹到报警 疯了疯了 我公公指着我的鼻子 唐莹疯了 肯定是疯了 这早晚要弄出人命啊 我健壮 赶紧扑通一声 跪在我公公面前 爸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但我以后一定什么都听您的 回头我就去许寡妇 那给您再要两条鱼 三条王八回来 我陪给您 求您千万别赶我走 许寡妇 我婆婆脸色一绿 你不是说你那两条鱼 是老张送你的吗 什么寒光寺里养的 还被经书开过光的 我眨把眨把眼 妈 您还不知道吧 咱爸心好 见许寡妇 一个人忙活 那个海鲜摊太辛苦 经常过去照顾她生意 我婆婆直接炸了 好啊 你个老不死的 在我眼皮子底下 竟然赶完这花花肠子 钱呢 那十万块钱 你是不是都给小寡妇花了 我打死你个臭不要脸的 我看得胆战心惊 心说可别呀 别真打死了 当初公公说 要买两条金龙鱼镇宅子 钱可是从我嫁妆里挪的 你打死了她 我这钱跟谁要去啊 第二天一早 我婆婆带上大姑姐 押上我公公 到隔壁去找许寡妇算账了 临走前命令 我好好看家 记得给昨晚通宵 打游戏的小叔子做早饭 人都走了以后 我拿出笔记本 写写滑滑 金龙鱼十万 拖拉机一万二 四叔家盖房子借了三万 五婶做手术拿了四万八 本家修了个水库借了十二万 小叔子的同学头办厂房 还从我这拿走了六万多 想当初做一个看婆家的面子 又一个大家都是相礼相亲 结果在我挨打被虐的时候 一个个都在祸心仪 帮亲不帮理 我越想越气 光光两脚踹在李良身上 你是不是傻逼 让全家人花着你老婆带来的钱 再看你打老婆的热闹 一家闲眼包 活该倒大美 说 我怀孕前你说拿去跟哥们做生意 那六十万 到底哪去了 说不说 啊 说不说 我一顿闪电五连边外加流星连环踹 把李良揍得跟个惨叫鸡似的 堵堵堵 有人敲门 我气呼呼跑出院子 谁 一大清早的 打扰老娘训狗 哟 嫂子呀 来人叫杨泉 是李良的发小 长得贼美贼眼的 如果说 李良属于肚子里坏 那杨泉绝对是明着理因 杨兄弟 有事 我直不愣盯着他 杨泉拎着两瓶酒 一只鸡 来看看梁哥 这不快过节了吗 梁哥怎么样了 你说这好端端的人 怎么说病救 我皮笑肉不笑 瞧你说的 哪有什么看着好端端的 都是皮下骨子里 澡烂透了 轮椅上的李良 却突然变得异常激动 手舞足蹈地指着杨泉 又指指我 然后再指指杨泉 一开始 我还以为 他是想让杨泉帮他摆脱我 没想到杨泉 竟然色咪咪地看着我说 嫂子 你看梁哥心里多惦记你 人都这样了 还不忘嘱咐兄弟我 好好照顾你 是不是这个意思 梁哥 说着 他绕到李良身后 在他瘦得 只有一把骨头的肩膀上 捏了一把 梁哥你别急 等兄弟赚回大钱了 保证给嫂子弄个大花轿 这下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李良从我这儿拿走的六十万 说是跟发小一起投资做生意 就是给这个杨泉呢 我把李良推到柴房里锁着 换了复音侧侧的笑脸 进来招待杨泉 杨兄弟 坐 我开门见山 我们家里现在这个状况 你也看见了 你梁哥这个病正是缺钱的时候 我又没工作 难处挺多的 杨兄弟 李良之前从我这儿拿了六十万出去做生意 投给你了吧 我们现在想把这钱撤回来 杨泉哈哈大笑 嫂子你看你说的 这钱拿出去是投资 投资哪有稳赚不赔的 我一听 这是明显耍无赖啊 不管什么投资 你总得让我们知道下名目 那赚多少赔多少 你总有个名戏吧 杨泉大笑 那我得想想 哈哈 我看看我上个月报出来 那个装备能不能卖了回个本 我心凉了 什么做生意投资 感情这个杨泉就是个骗子 他是把李良从我这儿拿去的钱 都骗走充游戏课金去了 杨泉我告诉你 今天你不把这笔钱吐出来 哟 杨泉摆出一脸无赖相 嫂子 我梁哥是给我写欠条了 还是签认子协议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是借的 凭什么要我还 你有游戏账号吗 你有我的充值记录吗 说着 他伸出贤猪手 在我手臂上轻轻捏了一下 说实话 像你这么性感漂亮 又重情重义的女人 实在是极品了 只是梁哥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你跟着他后半辈子 能有什么希望 你看要不这样 只要你跟了我 见我没有反抗的意思 他干脆大着胆子凑过来 上手就要摸我的脸 我感动得直飙眼泪 杨泉 你可真是你梁哥的好兄弟 你等着 嫂子洗个澡先 等下在西房那边等你哈 我用后脑勺都能看到 杨泉兴奋的搓手手的样子了 现在 李良已经这样了 拿给杨泉这笔钱 我估摸着 是很难一说一地要回来 那我不管 谁跟我拿的 我找谁要 杨泉耍无赖 李家跑得了和尚 也跑不了妙 精神病还讲武德吗 不过 耍无赖的同样有耍无赖的代价 我换上一件性赶吊带裙 跑到了西院小叔子的房间 这废柴打了一晚上游戏 鸡叫才睡着 我婆婆还叫我给她做早饭 拉倒吧 吃时她都赶不上热乎的 我进去 她当场被吓醒了 看到我 整个人都猛了 嫂 嫂子 我 虚 我说 你先别叫 嫂子跟你玩个游戏 估计这逼孩子 多半以为自己正在做春梦 吓得一动 不敢动 不动正好 动了我怎么下手 打不准 打死就麻烦了 砰 我一双火棍子敲她后脑壳上 当场把她打得灵魂出窍 心肝宝贝 好了没有 你可想死我了 杨全在门外吼几个不行 我音音两声叫她进来 杨全迫不及待脱衣脱裤 掀起被子就往我身上扑 突然之间 她表情一僵 紧接着就是高八度的尖叫 我用床单擦去剪刀上的指纹 然后将剪刀稳稳握在昏迷的小梳子手里 看了一眼血泊里打滚的杨全 我从容不迫地从她身上迈过去 然后当然是打电话报警了呀 我一边发抖 一边擦眼泪 警察叔叔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小叔子在家裸睡 杨全溜进来 看到她赤身裸体 兽性大发 想要对她做不可描述的事 没想到我小叔子奋起反抗 一剪刀下去 警察也猛了 可他俩说法跟你不一样啊 李涛说是你穿着性感 主动跑到他房间里来的 我严肃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们可以看看 我小叔子的游戏账号 他的角色 就睡个穿着吊带裙的性感女战士 他每天昼夜颠倒熬夜干地 肯定是出现幻觉了 警察 那杨全也说 是你主动打扮性感 邀请他进房间的 我 因为杨全也出现幻觉了 也在做春梦啊 不幸你去查查他的手机 看看他是不是也打游戏 警察真的去把杨全的手机 也翻了出来 不但翻出了他的游戏账号 还调出了他近半年来 所有的充值记录 对吧 不是说没有证据吗 我这不是给你找到证据了吗 公安破案是讲证据链的 只要结合李良给他转账的时间数额 再对上这些充值记录 我不信他到时候不吐出来 快傍晚的时候 我公婆他们终于回来了 结果可想而知 十万块没要回来 一家三口的脸 还被徐寡妇用鱼叉子 挠得跟猫抓的似的 我婆婆本来就一肚子火 一回家得知小儿子李涛 又惹出杨全的事 差点一个心梗撅过去 杨全现在人是废了 但用医生的话说 这玩意有总比没有好 留着下辈子投胎注意点吧 赶紧凑钱把结合手术做了 于是杨全家属打上门 说其他的纠纷容后再说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我们先出十万块医药费 给杨全手术 我瞅瞅我那三孙子一样的 公公和气得直跳脚的婆婆 你们不是去找徐寡妇了吗 怎么一毛钱没要到 我大姑姐骂我 还不都是你 你把鱼都给炖了 那徐寡妇是省油的刀 哪有给出去的钱 还能要回来的 我心中冷笑 既然你们一个个门清 当初感情不是你们的钱 坑我的时候都挺痛快的 我说 放心 爸 妈 大姐 我去帮你们要 当天晚上 我溜进徐寡妇的家 坐在她的床头前 一手拿着鱼 一手拿着刀 咔嚓咔嚓 削鱼鳞 削得那鱼鳞跟头皮屑似的 飞得徐寡妇满头满脸都是 她自睡梦中惊醒 熬一声高蹦起来 你 你谁呀 我笑不露齿 我是河神 徐流氏 你杀孽太重 往复不得脱生 惊动河神 要将你下东海深处 炼狱之巅 哎呀呀呀 别过来 别过来 我再也不杀鱼了 徐寡妇被我吓出了毛病 接连半个月不能下地 她的三个儿子 扛着刀枪棍棒带了十号几个人 将李家团团围住 要我公公婆婆出面给个说法 我公婆吓得就差躲房粮上了 我大姑姐气急败坏 要把我推出去 说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看现在怎么办 我正在屋里伺候李良 用鸡窝里的小米 拌了点小侄子的童子尿 一口一口往李良的鼻子里塞 我说 大姐你别着急 我和李良手里 还有点私房钱 就在我床头后面的墙洞里 有个小盒子里 你们先跟徐家商量下要多少 回头看看不够的话 就让杨全的手术再拖一个月 毕竟一个是要强睡咱们家李涛的 另一个是被咱爸睡过的 亲书咱得分清楚吗 大姑姐一听 我这还有钱 赶紧乐颠颠地跑到 我和李良的房间 打开墙洞 掏出盒子 然后他被蛇咬了一口 开玩笑 我保命的东西 不得找个牛逼轰轰的神兽 给我作证 这蛇是我从许寡妇家弄来的 它卖鱼的 偶尔鱼贩子也能捞上来一两条海蛇 众所周知 海蛇大多有毒 我公婆七手八脚把大姑姐往医院送 临了不忘拿走我价值千金的小盒子 在医院挂水的时候 我大姑姐肿着嘴唇 跟她爸妈说 我怎么越觉得这个唐颖越不对劲 我当时就在隔壁偷听 倒也不是偷听 我是过去给她换药水的 我婆婆 你不是说她手里还有钱吗 打开看看 盒子里还有存折墨 我公公将同事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科病例 我大姑姐唐颖 我婆婆 她 她有精神病史 大姑姐翻白眼了 妈 我怎么觉得这么恶心 好想吐 啊 我不行了 我婆婆尖叫 李娟 哎呀 这嘴怎么肿得香肠一样啊 医生 医生快看看 我笑咪咪的 从后面探出头来 没事 花生油过敏了 我给她换了点药 我婆婆大骂天杀的 唐颖 你个精神病 疯子 你要害死我女儿啊 我要报警抓你 我扣扣耳朵 啊 你说对了 我就是精神病啊 警察不是早就说过吗 让你们好好看管我 否则 惹出事情 要赔很多钱又 两个礼拜后 我坐在客厅里 一边给芒果和书毛 一边满脸傻笑 躺哈拉子 时不时的 我凑过去 对着李良那张 生无可恋的脸 巴基亲一下 家里的亲戚长辈 围了一院子 你一言我一语 用buff叠满了 我公婆一家的心脑血管 李伯 你们一家 得出出主意啊 不能游着唐颖 就这么祸害下去 昨天一晚上 他把我们酒窖里的 所有酒都给倒到 外面亮的道骨上了 要么就送精神病院 要么就干脆 让他跟李良离婚 送回老家去 我们也受不了了 昨天半夜 我家儿媳妇正哄孩子呢 就看到他蹲在水缸旁边 帮他唱催眠曲 把我儿媳妇吓得 奶都回去了 这种事 警察来了都管不了 真等他弄出人命来了 可就来不及了 那个谁 我家小儿子 有个同学是律师 说精神病人是不能结婚的 就算结了婚 婚姻关系也不能生效 我看你们还是赶紧 把他爸妈找来 把人退回去吧 这精神病院 一年的费用也不老少 你们还真想养他一辈子啊 我公婆一合计 当场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结婚一年了 他们从来没主动 跟我爸妈联系过 为什么 当然是心虚了 欺负我的时候 全家上阵 那叫一个舒爽顺滑 现在实在不敢留我了 想起来找我爸了 我爸一口拒绝 这不行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唐莹现在是 你们李家的媳妇 我可是给了 一百万的嫁妆呢 她的后半辈子 吃喝拉撒 就交代给你们了 另外 我女儿的病例 可是在公安系统上 被案过的 你们可别想 故意虐待她哦 见状 我扑通一声 又给我公婆跪下了 爸妈 我生是李家的人 死是李家的死人 你们千万别赶我走 我以后肯定好好的 我做错了事 我改 我 对了 我上次剩下的半包谢药 放哪去了 啊 我刚才去后面泡茶的时候 好像不小心 摔到水缸边了 不过没关系 我给你们准备了 公厕路线图 你们可以自主选择 去最近最方便的 一听这话 一屋子亲戚淋漓 脸都下白了 老李啊 你快把她赶回娘家吧 人带了多少钱 你们赶紧给带回去 这疯子真的不能留 人家爹都说了 公安系统被过案的 一个疯子 你跟他玩命 你玩得过吗 足足花了半个月时间 我公婆将周围 亲戚朋友借了个遍 才终于把我的 一百万嫁妆凑齐了 我爸亲自过来接我 被奉为上上宾 一脸不耐烦地数着钱 我在一旁抱着 小侄子跳小青蛙舞 大姑姐 吓得几次上前都不敢 轮椅上的礼良 依然是一副 生无可恋的模样 行吧 唐颖 跟爸走吧 我挤出两滴眼泪 不吗 爸 我不想走 我舍不得礼良 我爸嘿嘿一笑 亲家公 你看我们盈盈 对礼良感情多深 要不这样 我们把礼良一起接走 让盈盈有个玩伴 你们放心 我是绝对会像 你们照顾盈盈一样 照顾好礼良的 李爸李妈吓得忧 一把抱住儿子的轮椅 不不不不用 亲家走好 我们的儿子 我们自己伺候 自己伺候就行了 坐在车上 我一手牵着我爸 一手牵着我妈 只觉得过去那一年 就像一场梦似的 我是有多蠢 才会把这一切都辜负了 还好 爸妈的爱从未放弃我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被出轨后 我那富婆的快乐生活 渣男老公在我孕晚期出轨了 他以为我会为了孩子忍气吞声 花着我的钱去找小三 软饭硬吃好大的脸 可是我才不会掉在这棵 歪薄树上 多享受享受富婆的快乐 不香吗 金钱不是万能的 但钱确实能解决生活中 百分之九十九的问题 比如月子里我花钱如流水 产后康复 美容媒体全上阵 孕期那个肥胖丑陋的我 用钱堆回了怀孕前的身材 有天晚上 月嫂在另一个房间带着孩子 周琦抱着枕头对着我讨好一笑 老婆 你现在出月子了 我晚上想和你一起睡 我只微笑着看着周琦 周琦 滚回你自己的房间 大晚上的 别逼着我抽你 周琦在我孕晚期的时候 出了鬼 他是那么的肆无忌惮 整夜整夜地不回家 仿佛就等着我发现他的奸情 曾经的美好 全都变得猙獰 我歇斯底里闹了一大通 让他和小三断了 可他却只觉得我面目可憎 事实已经发生 只要看到他 我就觉得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 我想斩断和他的牵扯打掉孩子 浑浑噩噩到了医院门口 才清醒过来 月份太大了 我也会没命的 孕晚期 一个孕妇无力反抗 只能捏着鼻子生下孩子的时期 一切都巧合到 让我怀疑周琦早有预谋 早就计划好 拿着这个孩子当饭票 一辈子趴在我身上吸血 可是周琦 他拿捏着孩子 妄图用母爱 绑架勒索母亲一生 他凭什么觉得一个女人 真的会爱一个 只能证明自己被欺骗背叛 且无力反抗的孩子 我要离婚 他不同意 可我凭什么要忍受 一个出轨的丈夫 在一个午后 月嫂带着孩子出门散不去了 我躺在阳台的摇椅上 昏昏欲睡 手机突然震动 一个陌生的号码 请求添加我的微信 我通过了好友申请 然后对面顶着粉色卡通人物的头像 接连不断发来几条信息 姐姐 不被爱的女人才是第三者 硬抓着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你不觉得自己太悲哀了吗 只会用孩子绑住男人的女人 真的没有很尊严 姐姐 这是齐哥送给我的 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牌子的护肤品呢 该不会是大宝吧 呵呵我点开图片 是一套 想了想 我让保姆在我的梳妆台那里找一找 生性喜欢剁手 用得上用不上的东西 我买了一大堆 自己都记不清了 要是少个一套两套的 我还真发现不了 很快保姆就出来告诉我 她没有找到 我要的绿色包装的盒子 于是我心里就有了数 约上几个闺蜜 我们开着车 就来到了周琦的单位 之前即使知道 对方是周琦单位新来的员工 我也想着自己家的狗 要吃时 我只需要管教自己家的狗就行了 没想到 我的不计较 却被当成了软弱可欺 小姑娘很好认 毕竟朋友圈里 都是她的自拍九宫格 她还没来得及开口 几个闺蜜 就上前置住了她的手腕 我一把揪着她的头发 就左右开弓 挤巴掌下去 她就被我打得脸上一片红肿 尖叫引来了不少人围观 周琦跟在人群后面 看见我连忙跑了上来 我扫了一眼围观的人群 大声说道 周琦 跪下 周琦上来扯住 我的袖子还想求情 老婆 我一把抄起旁的的绿植 就朝她头上砸过去 我TM叫你跪下 众目睽睽之下 周琦最终还是朝我下了跪 我一把抓着周琦的领子 继续左右开弓 不解气 我又用指甲挠得她满脸花 偷我的护肤品送你的小三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干了脏事还敢招摇 你挺不要脸的哈 周琦忍不住拉着我的裤腿求饶 老婆 你给我留一点面子 我一脚踢向她 你都不要脸了 还要什么面子 周琦 你要是个男人就痛快和我离婚 别成天像个癞蛤蟆一样 恶心我了 真是可笑 我在孕期又是哭又是闹 她对我只有冷眼 转头就去哄小三 怎么 看见现在生了孩子 也拿捏不住我 就认怂了 什么东西 我一挥手 闺蜜们松开了小姑娘的手腕 把她推向了周琦 小姑娘还捂着脸愤怒地看着我 我要报警 我要告你故意伤害 我无所谓地谈谈指甲 告呗 赶紧去验商 我三天不上班 我爸就给我打钱了 你三天不上班 全勤奖就没了 和我耗 你耗得起吗 接着我恶劣一笑 你不告我 我还想告你呢 偷了我一万多的护肤品 还敢炫耀 也不知道档案上 记这么一笔 你以后还能找到什么工作 小姑娘还想嘴硬 那是齐哥送给我的 我转头看向闺蜜 录下来了 没有 夫妻共同财产 可以追回的 小姑娘气得脸色战红 你 我和闺蜜们大摇大摆地走出周旗的单位 临出门前 我还是忍不住说道 小姑娘 吊凯子不是你这样吊的 公子哥和坠婿 你都分不清楚 就敢跑我面前炫耀 今天这顿打 你没白矮 那套套装就当我送你了 出了门闺蜜一把搂住我 别生气了 我开了卡 去喝酒 然后我们几个人 就浩浩荡荡 跑去了熟悉酒吧 酒过三旬 一个闺蜜握着笑插杯 突然神色黯然地说道 李耀文 早知道当初我就不劝你和梁江分手了 虽然他也不是个好东西 但至少他是花自己的钱找小三 现在这个狗屁的周旗 什么玩意啊 我一口喝完杯子里剩余的酒 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其实仔细想一想 之所以知道周旗出轨我会那么大的反应 一度还搞到要看心理医生的地步 就是因为前几年同样有一个小姑娘 对着我张牙舞爪 你有钱又怎么样 梁江哥真正爱的人是我 而在那之前 这种事就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当时我照就忍不住和那个小姑娘撕扯了起来 后来梁江给我贴创口贴的时候 还笑着说 有什么好动手的 一个不懂事的小玩意 知道他闹到你跟前了 我就让他滚蛋了 那时候我看了镜子里自己凌乱的头发 突然清醒了过来 只要我还和梁江在一起 这种小姑娘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是梁江给了他们在我面前撒野的底气 可是为什么我要参与镜和一群女人 争一个男人的鸡飞狗跳钟 于是我忍痛和梁江分了手 嫁给周旗 也是他在苦追我一年以后 突然用一句话打动了我 药文 我给不了你别的 但我愿意为你献上我所有的忠诚 因为我想要一份忠贞的感情 所以我不在意周旗普通的家事 甘于和他过平淡的生活 愿意承受怀孕生子的痛苦 这段感情开始的时候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陷入这样的局面 是我的错吗 发现周旗出轨的时候 我曾质问过他 明明是他许诺给我忠诚 却也是他亲手抛弃 即使我放得下 也免不了难过 无数个日日夜夜 是我自己苦熬出来的 我甚至开始疑惑 婚姻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 我只是想要一份安稳 永不背叛的爱而已 我能做到 为什么梁江做不到 他也做不到 一只手伸过来 给 我顺着手往上看 梁江 滚 真是晦气 我没接他递来的纸巾 桌子上有的是 这酒越喝反而越清醒 今夜不想回去 面对周旗那张脸 索性住了酒店 第二天早上醒来 刚出酒店房门 就看见梁江站在外面 手里还拎着早餐 我瞥了一眼转身就走 他却一把扯住我的胳膊 要闻 这几年 我一直很想你 我扯开梁江的手里了 李头发 梁江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 当我回家的时候 才发现周旗竟然没上班 烟灰缸里那一大堆烟头显示他一夜未眠 要闻 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我边踢掉脚上的鞋子边 无所谓的回答 你以前不回家的时候 干嘛去了 我就干嘛去了 周旗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吼道 你是我老婆 你已经结了婚了 我打开冰箱 拿出一瓶冷饮 盯着他的脸 所以呢 周旗被我的目光刺到 大概是想到了自己 但又不甘心我这个态度 于是气得胸口不停起伏 想了想 我好生好气地说道 周旗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我们两个离婚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个玩个的 我不管你 你也别管我 饮料被我喝完 我直接把一拉罐朝着垃圾桶一丢 因为你没这个资格管我 在我准备进卧室前 只听到周旗在我背后说道 我不离婚 周旗可能以为我在嘴硬 半个月后 他再一次一夜未归 于是第二天 我打扮好了自己 去了附近的景点 玩了两天一夜 梁江不知从哪得来的消息 飞缠了上来 这一次 梁江把我送到楼下 我也没阻止他献殷勤 只是他却还真的打算和我重归于好 我一脸讥讽地盯着梁江 梁江 你觉得你带给我的伤害 又比他少多少呢 大发走了梁江 我满面春风地上了楼 周旗看见我 脸色灰败地问道 那个男人是谁 我心里一阵不耐烦 我初恋 周旗似乎不可置信 可是你们都分手了 我懒得跟他解释 一把抓起包砸了过去 别狗叫了 分手了他现在 也是单身 我又没有做第三者 伤害他对象 你管我那么多 眼看周旗 还想再说什么 我一声冷笑 周旗 我们的感情早就破裂了 要不是懒得掰扯 我早就和你打官司了 你还好意思 舔着脸 还假装自己 有资格说我 我都替你骚得慌 下午和闺蜜团 一起做美甲的时候 某个闺蜜看着我无奈叹气 你和那个王八蛋 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离婚呢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律师 我选着假片头也不抬得说道 等孩子两岁吧 两岁以前优先把孩子判给母亲 我不能接受那个孩子 一看见他我就呼吸急促 想发脾气 那孩子跟着我 注定要受罪 周旗虽然是个人渣 但对孩子比我有耐心 他照顾孩子的时候 也比我多多了 与其让他跟着我 父爱母爱都缺失 不如给周旗养 至少还能得到父爱 这也是我唯一能为那个孩子做的了 这一世注定母子情分浅薄 要怪就怪他有个人渣老爹 周旗管不住我 又不敢把这些破事告诉我爸妈 因为他知道 我要是透露出想离婚的口风 我爸肯定拍着桌子支持我离婚 于是某一天 他喝得满脸通红地回来 抱着我的腿哭诉道 老婆 我错了 为了孩子 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我盯着他哭哭哀求的姿态 有些恍惚 原来这么难看 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吗 我没理他 接着做我自己的事 抹完护手霜 回头一看他还挡着路 我一脚踢开他 接着端来一盆冷水 直接浇在他的脑袋上 晚了 大鼻涕流嘴里 你知道甩了 已经没意义了 以后别给我借酒 在这装疯卖傻 周琪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 说完我一把把盆扣在周琪脑袋上 就转身去了另一个客房睡觉 保姆和月嫂早就见怪不怪 他们一个淡定地哄着孩子 一个打扫着屋子 连个眼神都没有分给周琪 第二天 我和几个闺蜜约着吃饭 路过一家咖啡店 一个闺蜜突然用头点了点 要闻周琪那个王八蛋又在偷吃呢 我转头看了一眼 小姑娘梨花带雨地扑在周琪怀里 而周琪也一脸心疼地抱住了她 喝这就是她说的好好过日子 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当天晚上周琪回来 突然苦口婆心地对我说 药文 你已经当妈了 为了孩子 就原谅我安安心心和我过日子吧 那时候我正在跑步机上健身 看了周琪一眼 只觉得她天真的可笑 我当妈了 就只能捏着鼻子忍受她出轨 这是谁告诉她的 那个蠢货小姑娘吗 到底是谁给她的自信 女人当妈了 就只能压抑着自己为孩子 当牛做马一辈子 我喊来月嫂 周姐 你自己说说平常我在家里干嘛 孩子的事我管过多少 月嫂看了周琪一眼 明显不想参与我们的战争 我微笑着提醒月嫂 周姐 我给你发的工资 你看她干什么 离了我 这个坠绪还能请得起你 周琪听到我再次说 她是坠绪 脸色变得战红 月嫂终于磕磕巴巴地开了口 李小姐没管过孩子 除非孩子哭了 她才会叫我赶紧让孩子别哭 按停了跑步机 我拿着毛巾擦汗 路过周琪身边的时候 我告诉她 周琪 你以为我生了孩子就跑不了了 你那点小心思早就被我看透了 去洗澡前我最后通知了一声 周琪还想骑在我脖子上拉屎 你和你的小姑娘就等着好看吧 第二天早上周琪畏畏缩缩不敢出门 我简直没眼看 我当初怎么就昏了 头嫁给这么一个东西 我咽下一口牛奶告诉周琪 除非你和小三以后都不上班了 否则早晚都有这么一天 周琪听了这话 愁愁了半天 最后还是垂头丧气出了门 估摸着快到中午的下班时间了 我和闺蜜带着几个人出发 然后一排豪车 整整齐齐堵在周琪公司的大门口 保安大叔过来 让我们把车开走 我塞给大叔一打钱 还有一张明片 大叔 我也不是故意为难你 你们领导要是骂你 你就说 车主说了 事情不办完他 不会走的 他也可以车砸了 这上面有我律师的电话 保安大叔不动声色地接过了钱 接着就去找他们领导汇报了 周琪的同事看见我过来 都像见了鬼一样 躲在一边窃窃私语 小姑娘看见我身子连忙往墙角一缩 接着又被闺蜜们 置住了双手拉了出来 我接过闺蜜递上来的牛奶 就迎头倒在小姑娘的脑袋上 你给周琪出主意 让她恶心我 你以为我是面团 能让你拿捏 小姑娘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我们有钱人脾气不好的 不计较是懒得发脾气 计较起来了 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一盒又一盒的牛奶 倒在小姑娘的头上身上 小姑娘被牛奶枪的不停咳嗽 看着我的眼神终于戴上了一丝恐惧 我扔掉牛奶盒子擦干净手 冷笑一声 你别怕 我今天不打人 接着我从包里翻出一叠资料 你们家是住金园小区吧 来你看看 这些资料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资料里 小姑娘的身份信息 包括她父母工作的单位 还有她和周琦的聊天记录 全都整整齐齐 聊天记录里 他们就像一对热恋的情侣 她叫周琦老公 周琦叫她宝宝 自然也有一些 需要打马赛克的照片 和露骨的话 我瞄了一眼 没看到周琦的身影 对着小姑娘一脸怜悯 你真可怜 我昨天就告诉周琦 我要让你们好看 结果她也不通知你 只顾着自己躲了 让你来顶雷 有好事群众高声叫道 周琦今天早上 说去拜访客户 根本就没来公司 哦 我冲着那个围观群众一握拳 多谢了 然后我拉过一把椅子 就坐在小姑娘面前 问她这次要不要报警 要报警 我就赶紧打电话 叫律师过来了 小姑娘摇了摇头 我不报警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脸 真乖 然后从包里数了一千块钱 扔在地上 这是你这身衣服的赔偿 出了周琦公司的大门 我心里还是隔应 今天没抓到周琦 看了看 发现周琦的车停在不远处 我拿出一根 球杆就冲着她的车玻璃砸了过去 闺蜜们一看 也纷纷抽出高尔夫球杆 来帮我砸车 保安大叔一脸紧张地看着我 我安慰道 大叔你别怕 这是我那个软饭老公的车 他花我的钱找小三 找不到人 我就拿车撒撒气 眼看车子被我们砸得不像样子了 我招呼闺蜜们一声 开车走人 爽了 晚上周琦回来 竟然主动提起了离婚的话题 本来还想着等他回来抽他一顿的 看来没这个必要了 我兴奋地和他谈起离婚的条件 为了表示诚意 我先开了口 我只开走我陪嫁的车 这孩子给你养 房子我就不要了 房子的份额就抵做我的抚养费 你有意见吗 周琦认真考虑了一下 没有意见 就按你说的办吧 然后周琦摇头苦笑 我错了 我真的大错特错 他说你已经生了孩子 为了孩子你也会忍气吞声 为什么 我会相信他的话呢 我一边兴致勃勃地在闺蜜群 分享这个好消息 一边火速给律师赚了定金 听到周琦这么说 我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所以你就打算拿捏着孩子 想绑架我一辈子 周琦 我首先是个人 才是一个女儿 一个母亲 一个老婆 只能说 你算错了我对那孩子的感情 当初孩子生出来 我妈看不惯我一点 都不管孩子 强行把那孩子在我怀里 我抱着孩子惊声尖叫 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 最后还是月嫂看不下去 从我那街走了孩子 心里医生都说了 让我远离一切会刺激到我的人和事 对我来说 那孩子就是最大的刺激 一看到他 我就想起了自己面对周琦出轨 却不能抽身离开的 无能为力 在梁江那里 我都没栽过跟头 结果 因为嫁给周琦 我吃了这么大亏 我能忍吗 曾经多少次 我站在窗台前想跳下去 却一次次告诉自己 再忍忍 等生完孩子 我就能脱下这个枷锁了 再加上周琦想拿孩子 当作筹码拿捏我 我就更不可能对那孩子产生感情 愿意花钱请月嫂照顾她保障 她的生活质量 都是出于我当妈的责任心而已 隔天律师代表我 和周琦签订了离婚协议 我们住的这套婚房市场价 大概在三百万左右 本来结婚前 我爸妈想给我全款买下 但周琦她妈使了心眼 不知道从哪里凑到了一百万 硬是闹着要加上了周琦的名字 那时候 我和周琦感情还很好 也没计较那么多 现在到了该计较的时候了 两百万当作十八年的抚养费 算下来差不多一个月一万块钱 这个数够大方的了 接着 熬过了离婚冷静期 我打包好所有的行李 辞退了月嫂和保姆 就开着我的陪驾车回了娘家 知道我离婚了 我爸妈也没说什么 闺蜜团给我举办了一个离婚派对 庆祝我摆脱了周琦这个软饭出轨男 就在我高兴地端着啤酒杯一口闷的时候 梁江不知道从哪收到了消息 带了一大捧玫瑰 不死心地纠缠 要问 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 现在 我是真心实意想 弥补过去的遗憾 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 他好像想起来什么 又补充道 你放心 以前的我都断了 现在我已经收了心 以后绝对对你一心一意 绝不背叛 现场一瞬间变得特别安静 所有人都等着看我会怎么做 真是奇了怪了 男人的誓言怎么张口就来 生活告诉我 不要轻信所谓的海事山盟 也不要对男人抱有幻想 我一把拿起玫瑰花扔在地上 凉浆 别在我大喜的日子给我找晦气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周琪是这样 梁江也是 梁江走了 我们一群朋友接着奏乐接着嗨 闺蜜突然把我拉到一个帅哥面前 他和我悄悄摇耳朵 我表弟 刚留学回来 单身 得了吧 风心所爱 我比了个手势 说真的 不试试 李耀文 你不会因为一个周琪就不敢爱了吧 当然不是 我告诉他 恋爱嘛 我肯定还会尝试 婚姻就算了 离婚一次真不容易 我又美又有钱 势必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如果和你小表弟谈了 将来要是分了 不是给咱们之间平添尴尬 太队快散的时候 我知道我喝高了 因为我非让所有人都不许走 听我李天后一掌歌吼 汪汪队 汪汪队 我们都是土匪 手握一把 K O 另一个喝高了的闺蜜 拿着麦克风幸灾乐祸的吼道 李耀文 你唱歌都把自己唱吐了哈哈 哦 其余人赶紧捂着鼻子 把我们拖出房间 快走快走 再待下去 我们也要吐了 于等车的时候发大风 也不知道闺蜜 是怎么把我弄来他家的 第二天早上 在闺蜜家的客房醒过来 我昏头昏脑 拖下BRA真空上阵 就想去洗澡 刚好在浴室门口 撞到一个男人 围着一条浴巾出来 看着水珠顺着八块腹肌流到 浴巾那里 我瞬间清醒 忽然想起来 闺蜜家好像不止 收留了我一个人 这位大概是闺蜜表弟的同学 昨天晚上 跟着表弟一起来凑热闹 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不慌不忙地吹了个口哨 窝塌了我的胸口一眼 也择了一声 耍流氓不成反被调戏 我哼了一声 就走进了浴室 老娘的身材好得很 什么眼神 洗完澡后 我出门回家 路上突然有人给我发了一条好友申请 点开一看 姐姐 我叫夏高阳 我们重新认识吧 虽然早上的事有点尴尬 但我也不至于恼羞成怒 对她避而不见 更何况 她长得还挺帅 我对好看的人都很偏爱 我倒是没想到 小姑娘还有胆子来蹲我 一看我她就得意洋洋 伸出来左手 绣她手上的钻戒 至于钻戒的大小 我这么说吧 我怀疑周琦 现在改名叫周汤姆了 似乎感受到我的嘲讽 小姑娘虽然脸色窘迫 但依旧嘴硬 戒指只是一个形式 反正那套房子 现在的女主人是我 姐姐 多谢你这么大方 没和齐哥争那套房子 当然也便宜了我 我憋得满脸通红 没说话 小姑娘满意地得胜规去 等她走远了我才 忍不住笑出了眼泪 我之所以不说话 就是怕我把她骂清醒了 到时候我就看不到乐子了 我猜周琦 没敢告诉她协议的内容 她才会这么迫不及待 想接周琦这个破盘 不过无所谓了 周琦是绝对不敢 对那个孩子不好的 至于能用那套房子 当胡萝卜 骗小姑娘当多久的保姆 就看周琦的本事了 算算时间 那个孩子也快两岁了 我和周琦离婚也快三个月了 这三个月我醉生梦死九池肉林 有钱人的快乐 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且枯燥 当我再次察觉到了异常的时候 挡机力断美团 下单了一根厌运榜 然后两条杠显示 我中奖了 那一个瞬间 我决定和夏羔羊分手 虽然和夏羔羊 在一起挺开心的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以后 这个孩子虽然是意外 但我很欢迎他的到来 所以我要留下孩子 就得踹了夏羔羊 免得影响我们的生活 这个孩子会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即使他没有父亲 但他会拥有母亲所有的爱 梁江粉碎了我最开始的天真 周琪则让我失去了 所有对婚姻的幻想 对于夏羔羊 我从来没有期望 注定也不会失望 现在分开 两个人还保留着美好的记忆 总比以后面目全非 彼此怨恨好得多 然后我和我爸妈 商量了我的想法 我爸喜笑颜开 也好 这孩子生了就跟着我们姓李 以后我们李家的一切都交给他 我妈本来还愁眉苦脸 听了我和我爸的话 也很快就想通了 接着他就开始打电话给我 订购补品 夏羔羊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我直接换了号码 然后躲到了另一个城市 过了前三个月的稳定期 我就坐上飞机去了美国养胎代产 期间之前请的律师和我汇报 小姑娘进门没两个月 就打算把那个孩子送回周琪老家 迫于无奈之下 周琪只能给他看了那份离婚协议 协议上注明 我的份额已经转到了那个孩子名下当作抚养费 他有居住权和65%的房屋使用权 若是周琪再婚后不想和孩子同住 我可以抚养孩子 但周琪则要不给我退房 要不把钱补上 凭借周琪一万的工资 一百万的首付 他就只能买个小房子 还我两百万 他又还不起 而我和周琪一结婚 他的工资除了付他的车贷四千块 其余的钱 我都没管过 不管是保姆和月嫂的工资 还是孩子的开销 都是我负责的 他在外人眼里 一身名牌 有大房子 有保姆的优越生活 都是我用真金白银 砸出来的 离婚后我辞退了保姆和月嫂 周琪只能请他妈过来照顾孩子 剩下六千块 去掉两大一小的生活费 也剩不了多少 小姑娘只知道那套房子 全款没房贷 他哪知道 周琪也被套在了那套房子上了 想要房子就得把孩子给我照顾好 不然我随时把他扫地出门 倒贴前当后妈的日子不好过 他才反应过来 我给他挖了多大的坑 听说小姑娘拿着协议去律所大闹 指责我的律师没有道德 律师只是冷冷地转述了我的话 李小姐说过 她有钱不代表她傻 如果有疑问 可以用法律手段来解决 我们随时欢迎 我之前就点过小姑娘 弄清楚公子哥和坠序的区别 公子哥的东西都是自己的 坠序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给的 周琪想软饭硬吃 多大的脸啊 小姑娘自己被周琪的假父贵迷了心窍 怪不到我身上 签完协议之后 我也明明白白告诉过周琪 如果孩子给了我 我会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 杜绝周琪以后来认亲的可能性 但她要是觉得 我不知道就可以对孩子不好 长大了我就送车 送房来摘果子 一个有钱没爱的亲妈 一个没钱没爱的亲爹 想想就知道该怎么选 我都不明白 他们哪里来的自信 有钱人的便宜是这么好占的 我们有钱人要是这么傻 早就变成穷光蛋了 天真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 今天早上出了大太阳 我看着阳光正好 就开车去了公园晒太阳 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 突然感到一阵阴凉 我不耐烦地睁开眼睛 就看到下羔羊打着一把伞 蹲在我旁边 懒得躲 也躲不了了 毕竟我已经显出了运度 于是我恶声恶气地 冲着下羔羊吼道 你干嘛 下羔羊一副无赖像 给我老婆打伞 免得把你晒黑了 看我还想反驳 她连忙说道 紫外线是皮肤老化的主要原因 我查了的 我连忙一把夺过伞 那你不早说 我都晒了半天了 下羔羊突然掏出一份协议书 和一个戒指 姐姐 一辈子有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不会随意说出未知的承诺 但我敢保证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了 我会直接告诉你 而不是欺骗你或者愚弄你 我挑了挑眉毛 现在的小年轻 是不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坦诚 我永远只爱你一个人这句话 梁江对我说过 周琪也说过 但最后 他们一个让我参加争宠大赛 一个拿捏着 我想逼我忍受背叛 对于什么永远 一辈子这种话 我都快产生PSTD了 不得不说 如果下羔羊 万一说什么 永远不变心 一辈子只爱我一个 我会毫无疑问地让他爬 但他说的不欺骗不愚弄 却实实在在说中了我的心坎 我抽过协议书看了看 很好 婚前财产规划的一清二楚 谁也没占谁便宜 甚至可以说上面的条件 对我很有利 只是我不需要 我一把将协议书字回他手里 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 夏羔羊急道 孩子随你的姓 我绝对不会有意见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夏羔羊 如果我不和你结婚 我根本不用在意 是否有人对我的孩子随我的姓 有什么意见 你明白吗 或许在他看来 孩子随我姓 是他的让步 但我并不需要他的让步 我不想妥协 也不想让别人妥协 即使是因为他自己的私心 他想和我在一起 才包容我 可或许某天他想起来 就会觉得他的妥协 是为了我 而我是他妥协的既得利益者 这是一个隐患 离婚之后 我没再想过踏进婚姻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婚姻是束缚 是牢笼 我之前想不开一头扎进去 事实证明 那时候的我想错了 我要样貌有样貌 要钱有钱 至于停靠的港湾 我爸妈早就为我搭建好了 我应该自由 后继和夏高阳分手后 我陆续交了几个貌美的男朋友 不过后来都分手了 夏高阳继续出国深造 见我又成了单身 见缝插针的虚寒问暖 成功成了我吃的第一颗回头草 没办法 这家伙越长越好看了 还带了点成熟禁欲的味道 正正好好戳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某天我摸着他的腹肌问他 是不是那天早上看到我的好身材 才动了心 夏高阳想了想 也有一部分的原因 但最开始 是因为你喝醉了 非逼着我们听你唱歌 你是觉得我那个样子有点可爱 夏高阳沉默了一瞬 然后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 我是觉得你太二了 然后就觉得 和一个搞笑女在一起 应该会很开心 然后沉默的人变成了我 夏高阳 你找打 正在我和夏高阳打闹的时候 突然听到熟悉的声音 我之前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那时候不懂事 听信了渣男的花言巧语 以为是遇到了真爱 我转头看了看 是熟人小姑娘啊 只见她穿着一条白裙子 还弄了一个鱼骨便 整个人看过去 就是一朵惹人怜惜的小白花 对面的男生 一副理工男的经典打扮 黑白格子衬衣 双肩包 还有个黑矿眼睛 不过从理工男戴的手表上来看 这理工男是有点东西的 我又听了听理工男的自我介绍 大厂上班年薪可观 不愿意老实人被糊弄 我喝完杯子里的柠檬水便浮着肚子 来到他们那一桌 呀 小姑娘 你和我前夫离婚了出来相亲 小姑娘一看到我满脸苍白 连忙借着喝饮料 掩饰慌张 理工男还在一脸猛逼地看着我和小姑娘 我一拍他的肩膀 哥们 你这个相亲对象 在我没离婚的时候 就和我前夫勾勾搭搭 尚未了几个月发现捞不到好处 才离婚的 你先巴拉巴拉 你家底有多厚 进不进得住他捞吧 理工男看了我和小姑娘一眼 背着双肩包就告辞了 不好意思 公司还有事 这顿饭我请了 眼看理工男走了 小姑娘恼羞成怒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夏高阳连忙护在我和小姑娘中间 我挽着夏高阳的手臂转身就走 看我心情呗 说不定哪天想起来这事了 我就把那些资料寄到你结婚现场去了 看着小姑娘一脸吃瘪的表情 我心情大好 等菜上来了就忍不住拿起来筷子 那天晚上夏高阳开车带我回我爸妈家 突然在小区门口冲出来一个人影 铺在车子面前 夏高阳连忙踩下刹车 接着忍不住破口大骂 有行车记录仪 你别想着碰瓷 然后那个人过来拍窗户 我才认出来是周琪 周琪一看到我 就扒着车窗不撒手 老婆 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和我复婚吧 我不是人 是畜生 你原谅我好不好 说完周琪不停扇着自己的脸 我饶有兴致地看了半天猴戏 才骂了他一句 去你妈的周琪 给我滚 夏高阳一把关上车门 下去就揪着周琪的领子 给了他一拳 我好不容易尚未成了姐姐现任 你上来就要复婚 夏高阳上车重新启动了车子 我探出脑袋 对着周琪喊道 周琪 你要养不了那孩子 那我就把那孩子接回来 把房子也收回来了 他站在原地不动了 车子继续前行 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退 现实啊 中文费 出脂子